再有一名政党领袖预告占别政治前线 卫生部前部长兼诚信党刮拉雪兰儿国会议员祖基菲里透露 他可能不会再来届大选上阵 不过如果巫统是派出重量级人马 比如财政部长东姑扎鲁来出战刮雪国席 他或许会为希盟留守这个议席 祖基菲里过去曾经在第12届和第14届全国大选胜出 他接受网络媒体透视大马和自由今日大马访问时表示 他已经出任两届国会议员 同时也在希盟执政的22个月很好的完成任务 如今是时候退下 他也透露早在一年前已经告诉领导层想要展开新的生活 但是如果巫统派出大腕上阵刮雪 他不排除会亲自上阵 无论如何他认为我国政坛目前最需要的就是领袖更替 所以他觉得以他的年纪出任两届国会议员已经足够 但如果是年轻从政者 他只希望他们在休息一正止之后可以重返政坛 在全国大选临近的时刻 多名希盟领袖陆续表态不会参选 行动党万一区国会议员王建民早前宣布不上阵大选 甚至有传言指出 白沙罗国会议员潘检伟和巴基利国会议员杨美英 可能也会占别政治前线 特别感谢 这样的心理 他的第一档 将他有两档 和巴基利强 一辈子 和巴基利强 也要找到了 提供 我们在一起 后来 乱着 大逆